欢迎收看《欢迎全世界》 带您走进全世界 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大家平安 我是何荣 两岸大使国际焦点深度否析 打开视野 透过YouTube收看朋友 请您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 动动手开启小铃铛 也欢迎您告诉我们在哪个城市 打卡收看 好 马上来欢迎今天的节目三位来宾 首先 丹家大学战略研究所副教授 黄洁生教授 各位观众大家好 另外 文化大学新闻系教授 庄伯仲老师 大家好 还有前海军舰长 吕理师见长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今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就是 马上就要投票的美国总统大选了 现在剩下不到三个礼拜 最后的是二十多天 真的可以说是非常的诡诀 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 Fox News 也就是福斯新闻网 他们想要邀请两位美国总统候选人 也就是贺锦丽跟川普 在十月底 就在这个月底要进行第二场辩论 但是川普的回应是充满玄机 听听他说什么 他说选举已经进入尾声了 他已经在民调中占上风 所以他不会跟贺锦丽进行第二场辩论 现在不打算或者是不喜欢这第二场辩论 因为当然外界也有认为说 川普一向是认为主流媒体 跟他比较格格不入 是有偏袒导向贺锦丽 当然这家大家都知道 但是说自己因为是民调领先 就不辩论 到底有没有根据呢 我们特别整理给大家看 目前在美国大选 各州尤其是最后关键的摇摆州 这几个州现在的民意调查的支持度的数据 国会山庄报还有爱莫生学院在10号 他们先发布一个民调数据显示 贺锦丽跟川普在关键摇摆州的支持率 现在是呈现胶着 彼此拉得很紧 川普在乔治亚州 北卡还有宾州分别是以49% 对上48% 这个领先贺锦丽一个百分点 那么在亚利桑那州 川普则是49% 对上贺锦丽的47% 但这些民调误差都在政府三个百分点以内 而两个人分别在密西根州跟威斯康星州的支持度 都是49% 对上49% 贺锦丽在内华达是48% 以一个百分点领先川普 钟老师是民调专家 那这几天大家在讨论一件事情 就是提到了之前希拉蕊对上川普的那一年 2016年那时候川普 这个民调是落后给希拉蕊更多 但是最后我们看到结果是川普当选了美国总统 那所以很多人很好奇是 今年的这个剧本会不会重演 您怎么看 民调作为一本社会科学 自从二次大战以后 经过数十年的演化 已经进步很多 不过第一点我们还要了解 它只是一个预测 就跟气象预测一样的一个报告 如果民调真的准的话 以后我们就把总统代言取消 就直接来比民调就好了 所以民调基本上只能做一个区间预测 所以先天局限它 它是由小规模的样本 来回推大规模的母体 那刚刚这个主持人有提到 抽样误差3% 这个怎么解释呢 也就是说假设有个候选的民调 民调是35%的支持度 那正负3的一个窗户差 就是说35加减3 介于38到32 那通常会加一句话叫 95%的信心区间 也就是说做100次 有95次会落在 30%到32% 就是35正负3的区间 那因为民调是一个区间预测嘛 所以有很多的这个可能性存在 所以即便进展到这个年代呢 也不能把话说死 第二个要值得关注的就是说 因为美国的选举制度跟多数国家不一样 包括我们中华民国在台湾 一般来讲都是票多人赢嘛 只他一票也是赢 可是美国有一个复杂的选举人团制度 怎么说呢 因为美国全国总共有538张选举人团票 那只要拿到270就可以宣告获胜 那选举人团票怎么来呢 加州有55张 为什么加州有55张 因为加州它是兼顾联邦权 它是参议院的一员 所以它有两席 因为参议院有100席 50个州每个州都有两席 所以兼顾联邦权 每个州有两席参议院席位 那因为加州人口最多嘛 将近4000万 它有53席的众议院的席次 所以2加53就是55 那阿拉斯加州人口很少 它虽然也有两席的参议院的席位 但是人口70万就是一席 所以是只有三席 那如果你在加州呢 险胜55票全归你 那如果大胜500万票也是全归你 所以民意跟选举人票无法发生等号 刚刚主任特别提到所谓摇摆州 所谓摇摆州就是说 不一定支持共和党或支持民主党的 那我们一般称为Battleground 战斗州或是战区州 那目前呢 50州里面大概43州 大概信有所属 是比较偏民主党或共和党 只有七个州包含主任刚刚提到的 威斯康星密西根州 宾州 还有这个内华达州 以及呢 乔治亚州 亚利沙拉州 还有北卡罗安亚州 那在这七个州呢 是最关键的 那但是根据民调 刚刚川普讲说他民调赢嘛 他也没有说谎啦 因为民调很多家嘛 有媒体做的 也有专业民调组织做的 所以他讲的是他赢 也不能讲哪一家 但是如果综合来看 在这七个州都还是五五波 就算贺锦丽或川普有领先 都是只有少数一两趴的这个区间而已 都还在抽样误差里面 那当然美国总统被认为 全世界最有权力的男人 这次也有可能是女人啦 那原本是个延长赛 就拜登对决川普再来一次 不过七月时候拜登被换掉了 现在再过这个 算是一个多月 不到一个多月 半个多月 就是十一月五号 那个礼拜二嘛 现在下礼拜二 就要选出这个人选的 当然啦 因为选举就都用赛嘛 或读狗一样 竞争激烈才好看才好玩嘛 如果说一遍早的话毫无乐趣 所以说外行 看热闹那行看门道 对于这样的结果 我们还是有很多想象 会比电视跟电影更精彩 不过今年确实是 双方拉锯得非常紧 现在是非常的死咬着对方 你可以看到 这几乎就是在三个误差点之内 那当然呢 刚刚也提到说 八年前2016年的时候 当时全国总投票率 希拉蕊是赢过川普的 但没有想到呢 最后呢 选举人票 川普拿的比较多 所以呢 他就变成了美国的总统 所以今年到底会不会重演 这个也是现在哈里斯 也就是贺锦丽 他要全力预防的 但现在就回到一个问题了 美国的选民到底关心什么呢 是外在事物呢 还是最关心自己的升级 根据路透跟伊普索的民调显示出 他们找到了答案 他们认为美国选民 把优先列入投票意向的 就是经济 这是首要议题 10月份的民调显示 46%的选民认为 川普比较能够妥善处理经济问题 像是最近才公布的 最新的 就9月的CPI 这个物价指数 那么年增是2.4% 虽然略高于市场预期 但是呢 还算稳住 那38%的选民 则是支持贺锦丽 不最近当然 这个美国的对外关系 让贺锦丽 以至于说是 整个民主党政府 非常的头大 因为联合国驻 黎巴嫩临时部队的哨塔 在10号遭到 以色列军队坦克的袭击 造成了两名 维和部队人员坠落受伤 另外呢 也传出其他的据点 也被以色列的军队给开火 现在包括车辆通讯系统 监视摄影系统呢 都出现了损坏 而对此呢 贺锦丽已经公开表示了 她说必须达成停火协议 这两天也看到了 拜登总统和以色列总理 纳坦雅胡9号 进行了时隔将近 50天以来的首次对话 就是通话 讨论的是什么呢 以色列对伊朗的报复行动 而且现在看到 就是以色列现在 对于联合国的 维和部队攻击 这件事情真的是 可大可小 那黄老师您觉得 因为现在对拜登来说 他一向自诩是外交老手 不过现在面对纳坦雅胡 似乎是束手无策的感觉 怎么办 拜登确实是美国 历任总统当中 这个等于是处理 涉足外交事务 从参议员开始 超过40年的一个人物 所以大家都认为 他是外交老手 他对于世界各国的 很多情势 他很清楚 那么可是现在这个局 走到今天我们会在 这个节目中间 谈到这一块的话 我觉得也是有一点 情何以堪 老实讲 拜登担任副总统的时候 就一直在处理 伊朗和协议的问题 可是他担任四年的总统 他并没有继续 除了气候变迁的部分 他有点修正川普的路线 但是在伊朗和协议的部分 他等于是没有去碰 那你现在碰到这个问题 以色列你不会想到 哈马斯跟以色列之间的冲突 会把他倒推回去 又到黎巴嫩 又到伊朗 那么所以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这个Bob Woodward 最近又出了一本新书 叫做War战争 那里面就有描述 这个拜登跟 以色列总理 Netanyahu之间的这个对话 那你看到 其实你也会很惊讶 就是以色列总理几乎不理他 就是说他怎么劝 甚至他叫他的小名 叫他BB 说你不要乱搞 可是Netanyahu在电话里没有答应他 挂了电话以后 本来要干的事情还是干 那么我把这一种当时 就Bob Woodward这个书里面 所描述的拜登关系 而且那个电话是很久没有通话了 那现在今天我们 终于又通上话 但这个通话有没有效 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 我先问您 您觉得有效吗 我觉得没有效 您觉得有效 为什么 因为下面我要讲的就是 Netanyahu趁着这次的机会 他要重塑 这个中东地区的一个政治版图 那这个政治版图 就是让以色列获得更多的周边缓冲的区域 所以不管是约旦河西岸 加萨走廊 或者是黎巴嫩南部 就是以色列北边 他都要增加更多的缓冲 那么他又对真主党 哈斯巴拉 哈马斯 对这些领袖 又击杀了好几位 那么后面等于就是 剑指这个伊朗了 我觉得真正的根源 是在于伊朗的核能力 就是说他的浓缩又提升 提炼已经到90% 那么所有的专家都预估在未来 最多一年伊朗就会有核弹 所以对以色列来讲 就是说我今天什么都不做 我等 等他拥有核弹以后 我们再应付拥有核子武器的伊朗 还是说我现在要做 另外还有一个小原因 就是美国在大选 这个所以以色列现在在中东 所有做的事情都是美国总统大选的 十月旌旗的一部分 所以我觉得纳特尔雅虎 就是甚至很多以色列 现在的战斗内阁 想要听劝的是没有用的 老师我请教你 现在面对这个到11月5号以前的 我们想说战略空窗期 对 那在这个空窗期里面 你虽然说拜登他不选了 可是他总得为他的民主党着想 想办法得让贺锦丽 就是民主党继续执政 你觉得拜登还有什么招呢 以对以色列或对纳特尔雅虎的影响 拜登我觉得他有尽力 你可以看到朱斯 就是他的步骤他都有做 问题是以色列的决心 纳特尔雅虎 他一定要趁这个机会去处理 我并不是站在巴勒斯坦的立场 或以色列犹太人立场 而是说今天作为以色列这个国家 他要不要等对方有核弹以后 再去应付更大更难处理的危机 还是说现在猫起来做 在那以色列的立场他一定不想等 比如说联合国的这些哨所 对不对 而且他攻击了老实讲 他不想杀联合国维和部队 他要打的是可以监视他行动的东西 关通系统然后把它破坏 这种东西我的直觉就是 他又下一步行动再做准备 所以现在就是在安心说 中东的战火万一一处 就是说一发不可收拾的话 怎么办 华尔街日报也分析说 为了避免中东爆发全面战争 五角大厦在今年大部分的时间里面 在中东部署了两个航母战斗群 五角大厦曾经两次不得不从太平洋地区 就是我们常常讲说的印太地区 调走一艘航母 导致亚洲地区连续好几个礼拜 都没有航母驻扎 那么另外五角大厦的统计是 过去一年美国在中东的战斗机数量 增加了将近一倍 增派了数百名的空情人员 来支援新的F-15E攻击鹰 还有F-16A-10以及无人机的中队 另外还加强了他们在伊拉克 叙利亚跟烧地阿拉伯的防空力量 来保护美军不受到伊朗支持的代理人 像最近这个真主党也好 这个叶门勤联运动的攻击 然后紧急将一些爱国者反导系统 重新部署到中庸地区 现在看得出来是美国压重兵在中东 甚至把印太的军力都调过去 那对于伊朗的威辙力量 刚刚特别黄老师讲到了 就是担心在核武成熟之前 得先把你压下来 那舰长您怎么看 对于伊朗的威辙力量到底有多大 还有怎么评估现在美军 调到中东的整体战略 如果说我们来看 就是俄乌战争的时候 其实它开启的是一个 无人机的一个新形态的作战 然后其中有夹杂着 无论是狗尸或者是匕首 这种高超音速的飞弹 但是真正实际上投注在战场 而且有反击能力的 其实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以色列跟伊朗的这个战场 那当然美国现在的 美国多年以来的作战 它都是以航空母舰打击群为核心 那所以也就是刚刚主持人讲的 我们看航空母舰的位置 其实也就很清楚地表露了 现在美国总统的心到底在哪里 那因为他们USNI的 每一个例行的这一个更改的时间 大概都礼拜三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时间是比较晚的 那之前我们看到的 也就是罗斯福号 其实在我们东亚这附近 也就在菲律宾海的部分 其实它也已经慢慢地跨越 这个国际幻影线 其实往美国本土前进 现在的亚洲这个部分 又变成一个空窗 那至于说我们刚刚讲到的两艘航空母舰 实际上现在只有一艘 也就是林肯号在这个位置 当然他们又派了这个 杜武门号 那也准备要进入地中海 来作为另外一支航空母舰的作为 不过这一个作为其实就是真正 它没有办法对于伊朗进行压制 它真正进行的是对于以色列的防护 为什么这么说 我们看 其实在今年的4月14号 伊朗进行了大规模 也就是324枚的 无论是无人机巡弋飞弹或弹道飞弹的攻击之后 但是那一次的攻击其实好像没有怎么成功 大部分超过96%通通被拦截下来 可是这个拦截下来 其实给了伊朗一个非常好的经验 也就是我们常常在讨论饱和攻击 饱和攻击不只是数量的饱和 那还包含了无论是方向的饱和 以及战斗系统我怎么样饱和你 因为在这三种不同的这种攻击武器 它在不断地变换它的攻击位置的时候 因为我们一般的战斗系统 它会不断地更替这个priority的排序 那在这个排序过程当中 战斗系统就会被饱和 过程中也在找漏洞 对 那也就是说这一次找漏洞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的 也就是在10月1号的攻击中 这只是以色列的其中一个机场 因为大家比较重视这个 而且因为这个机场 其实可以从 它有卫星的照片 我们看得比较清楚 一共被打了32个洞 那这32个洞实际上的各种状况 它其实是不一的 那我们目前大家研判说 只有一个机库被命中 其实不止一个机库被命中 有很多个机库被命中 只是它里面放的是不是F35I 不确定 但是我们看到那个破的机动 那么机库它是更糟糕的 因为它里面可能放的是 它们的预警机 那我们这样讲 美国不断地派航空母舰到世界各地区 像这次杜鲁门号又前往地中海 但是其实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个它的人员以及装备都是问题 这个是我们看到美联社的一篇报导 现在美国海军对于它上面的这些士官兵 以前要求的是要有高中文凭 现在不用高中文凭 也就是基本上来讲 你高中一业也可以来 为什么是这样的状况 因为没有人要去 所以你点出了一下兵力素质的问题 那也就是说 因为我们海军一直都称之为 是一个科技的军种 而且海军大家看到 好像在海上执行任务 可是我们做什么事情 都有非常多的准则教范要遵守的 那这一些如果它在高中学业没有完成 是不是能够应付这种高强度的作战 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接下来我们看到说 现在大家在谈的就是 伊朗它是不是法塔赫飞带 它真正使用 其实在上次4月14号的时候 它用过一次 这一次它更大规模的使用 我们看到这一型飞弹 其实我们看到这个 它摆的是一个模型 这是一张照片 这是1号 这是2号 这两个完全不一样的 那我们看到这个1号 实际上来讲 这一次在战场上找到的残骸 其实跟它在展示的时候 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也就是法塔赫 它实际上有运用在战场上面 而且它是不是达到 所谓的高超音速的部分 其实我们从它的 这前面的这种构型 其实它已经满足了 所谓的双锥体可控制翼 这种都是高超音速的一个样态 另外也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2号 2号的部分 它更像我们现在讲到的 所谓承波体 那这一种飞弹 其实它真正的问题 也就是它没有办法做预警 那这个也就是说 美国即使派了爱国者 或者是派了各型的部队去 其实它只是巩固它在中东的部队而已 它对于以色列的资源 其实是有限的 但是其实在去年10月7号 爆发洪水行动的时候 其实他们就已经送了非常多的爱国者 以及萨德系统 就已经到达了这个以色列了 那这一次的问题到底是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 也就是大家都认为 他们的防空只有一层 就是铁穹 事实上不是 他们以色列的防空是非常缜密的 也就是在300公里以下 除了铁穹之外还有大尾头石 再高一点 也就是300公里到1000公里 它还有建设二式 它还有建设三式 可是这一次 为什么都没有发挥效用 我们可以做的研判 也就是可能就是遭到 那个高超音速飞弹的攻击 那这个也就是 为什么美国在地中海的这个驱逐舰 它说它曾经发射了标准三型 跟标准六型 起飞拦截 那它为什么要拦截 它为什么在那边 负责以色列的防务 其实除了负责以色列之外 它有另外一个功用 也就是这一次有真正 作战用的这种高超音速飞弹 我来拦截看看 我来征收看看 然后增加的这一些经验 以及素质 然后我加强我的准则叫犯 所以其实我们这样讲 美军当然它可以巩固它自己的 在中东的基地 可是对于以色列来讲 可能有一点点后继无力 或者是边场莫及 所以在这次的整个攻防过程当中 你可以看到应验了一句俗话说 这个百密总有一书 那当然现在看到美国压重兵 我特别看到一个重点是 压重兵并不代表出重兵 它不派的 它现在当然就是符合 但最后符合美国出兵的原因 一定是前提就是美国遭受到了攻击 美国的这个军队 或者说它的整个装备遭受到的攻击 确实地被攻击 好 在这个中东局势非常地诡诀的同时 也看到一个最新消息 就是俄罗斯的国家媒体引述了 俄罗斯副外长雷亚布可夫的说法 报道说五个拥有核武的国家 将在未来两周内 在美国纽约要举行会议 路透指出雷亚布可夫 并没有公布这五个国家开会的具体日期 也没有透露说 到底会有什么层级的官员来出席会议 而这五个国家在画面上 我们点出的就是俄罗斯 美国 中国大陆 还有把国跟英国 同时这五个国家 也是联合国安理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 也是大家所俗称的这个五常 那这个消息一传出之后 当然立刻受到了全球媒体的关注 现在五个核武国家要开会 当然日元联想的是 这个核武的警戒升级了吗 黄老师怎么看 当然这个因为俄乌战争开打以后 俄罗斯总统普京 确实有要求他的核武库要提升战备 对 那么也威胁 曾经威胁过 就是有关于战术核武的使用的时机 那么使得这个话题在过去两年多来 又变成重新拿到台面上来讲 另外一个跟核武有关的 受到举世瞩目 在过去两三年来 就是中国大陆的这种核武库 也就是它的弹头数量增加的速度 超过了其他国家心里面可以接受的这个速度 那么这个加总再起来 我们站在世界公民的立场 当然希望所有永和国家能够都有 县武或者是裁剪核武的一些机制 那么过去只有美国跟前苏联 那么中国大陆从来不在这个机制里面 所以当我们看到就核武国家要开会的时候 我们总是会有一些期待 可是依照目前所获得的消息 我们来看 副外长宣布 俄罗斯宣布 然后呢 并没有任何其他的国家 让我们感受到是超高决策层级的人 去针对核武的使用 不管是技术面还是政治决策面的讨论 我觉得在某一种情况之下 我所期待的可能是外交工作人员 去讨论军事问题或者是防务问题 所以您觉得这一次参与的层级不会太高 我个人觉得不会太高 而且不会做出什么结论 我觉得这次会议就 我们就讲educated guess 因为资讯不够 我们就是依照过去的经验做的判断的话 应该是互相警告 就是说我们必须要遵守一定的规范 你不动我不动 在什么情况之下不要乱来 我觉得最多到此 至于说其他的准则 或者是迈向协议的那个远的很 不是这个层级在纽约开个会就可以决定的 因为它需要很长的绵密的准备 以及对对方的情报充分掌握情况之下才能谈的 很多国家不会愿意谈这个问题 所以我觉得是谈话会 我觉得是谈话会 就是见个面 然后彼此有个默契 凝聚一些共识 但外界最近在联想 就是说会不会跟最近就是9月那时候 俄罗斯总统普丁他扩大使用核武的规则 还有包括接下来我们要谈的就是 最近看到了北约的新任秘书长吕特 他感觉上好像是要开绿灯了 但是这番话也真的是有玄机 这个吕特他宣布说 北约会从10月14号开始 要进行一个代号叫做 坚定政务的年度核武军演 这次将会有13个国家 还有包括F-35战斗机 还有B-52战略轰炸机 在内总共有60架的军机要参演 吕特也表示说 在不确定的世界里 测试我们的防御能力 并加强我们的防御至关重要 这样的话我们的对手就知道 北约已经准备好了 并且能够应对任何威胁 但北约的官员也强调说 这个演习并不是针对莫斯科 表示说这只是例行的年度核武军演 其实听起来真的有点像废话 因为这个虽然没讲对手是谁 不过大家都知道 就是俄罗斯最主要的 好那么现在看到他们推出 就是攻击加上轰炸 进展物章请教您 您觉得您看到是想展现的是 什么样的打击能力呢 其实当然他们讲的是不针对第三方 然后是例行性的演习 不过我们这样讲 他宣布的时间如果是这样看来 是晚了 为什么我们这么说呢 因为时间已经是晚了 因为他宣布的时间是10月11号 那我们来看这个俄罗斯总统普廷呢 他在9月13号的时候 他单独接受俄罗斯的媒体 国家电视台访问的时候 他就直接这样子讲了 也就是如果这些西方的精准长城的武器 然后直接打击到俄罗斯的话 那其实他说这就完全是一个不一样的故事 那如果说我们看这个访问的内容 我们对比了说他的这一个 因为我画了一个时间轴 就是到底这段时间 俄罗斯跟这一些欧美国家 他的反应是什么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俄罗斯总统普丁 他是9月13号 这时候他发表了这样的一个看法 那9月13号其实同时 也就是我们讲到说 英国的首相 他跟美国总统拜登 在讨论是不是可以允许 乌克兰 在他的长城武器 就是他现在所有的海马斯 或者是他能不能获得更多长城打击武器 然后直接打到俄罗斯的内部 大家那时候讲的沸沸扬扬 可是普丁用了各种的方法进行核威则 第一个我们所看到的 也就是说 其实在俄罗斯附近 挪威他侦测到了 4137的这一个元素 这个元素其实不存在于大自然里面 它一定是经过核爆之后才会出现 但其实后来发现是在之前 也就是俄罗斯它的一个洲际弹道飞弹 那其实试射失败 那试射失败如果他带着核弹头的话 他就变成脏弹了 他虽然没有到达临界 可是他就有核物质释放出来 然后我们在对照的 这个就是刚刚主持人所讲的 9月25号他就宣布扩大核物使用时机 然后在这个 当他这一连串的动作 也其实不管是核威则也好 核诈也好 但是直接到9月26号的时候 乌克兰总统的 那泽伦斯基他到达白宫的时候 白宫就说我给你AGM-154 联合防区外武器 意思是什么 你的 因为这个防区外武器 大家说他可以打130公里 但是他要飞到4万英尺的高空 他才能打那么远 他如果在低空 他只能打22公里 那所以这样讲 也就是直接告诉泽伦斯基你指养吧 我们不可能让你的这些武器 打到俄罗斯的领土 不然就要爆发核战 那其实刚刚黄老师讲到一个重点 也就是到底伊朗他有没有核武 那他有没有核武 结果还发生一件事情 10月5号 他的境内发生两次地震 这两次地震其实是 这个是我们讲到的非扩散的组织 他所策的 他研判 他研判说这个应该不是 因为他的深度高达 那个深达10公里 跟一般我们看到的说在地下核 核爆应该是不太相同的 不过大家都有一个问题 那也就是刚刚黄老师讲到的 今年4月5月的时候 那个时候联合国的 这个原子能总署 他就说 这个伊朗他要能做出核弹 其实是以周计不是以月计 也就是在6月以前应该早就已经完成了 如果他能够做的话 因为他的那个浓缩钥的浓度已经到达 然后而且可能做的不止一颗 那再加上我们前一段时间讲到 那个法塔赫的这一个超高速的这个 超高音速的弹道飞弹 他如果搭配的这个核武器的话 其实非常可怕 而且实际上如果我们看一下 也就是在去年11月到12月的 这个Foreign Affairs的这篇论文里面 他就讲到说 其实现在不断的在核升级 而且他讲说真正可怕的 不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些武藏国家 是弱小国家 他其实拥有这些核武才是最可怕 就是永和自重 这个核升级甚至包括万一 如果真的动用核武 绝对不是世界的好事 绝对就会导向世界末日 所以让我想到最近 这个最新颁发的诺贝尔和平奖 不是才颁给了日本一个NGO组织吗 就是他们是长期以来是反核的 我觉得在这个时候 颁这样一个和平奖是格外有意义 好 那么刚刚讲到了吕特 其实吕特这两天在访问英国期间 他就说了 他说就法律层面而言 乌克兰可以打击俄罗斯境内的目标 就是就法律是可以的 但是是否允许乌方使用西方军援武器 这么做 必须要交由各别国家来决定 钟老师 这句话大家都觉得说 法律上可以的 但是要不要使用 请自己决定 这在讲什么 大概可以用武侠小说里面常用的八个字 在形容乌克兰总统这件事件 就是人在江湖 身不由己 因为俄战争本质上不脱 代理人战争的一个格局 所以代理人就是说 这个战场上是乌克兰 幕后是美国跟欧盟 那美欧呢 透过军事跟经济援助 包含提供武器 军事顾问 雇佣兵 还有加大经济援助的力道 甚至对俄罗斯展开各方各面的制裁 来巩固乌克兰 那由乌克兰来遂行战斗 那既然如此呢 就有一个很传承的比喻 俄乌战争就像一个赌局 一个牌局一样 那列强都是牌桌上的玩家 包含俄罗斯 乌克兰 美国 欧盟 中国等等 但是呢 资源斯基 当然他现在总统 但事实上有人认为他是伪政权 因为他任期到今年5月就结束 只不过自动延任 这个统治的正当性受到质疑 那资源斯基呢 在这个牌桌上他没有办法叫牌 那跟牌的话呢 也要看上加美国跟下加欧盟的脸色 所以尽管好像是西厅尊便 事实上他受了很多的限制 比如说先前有各国提出和平协议 包含中国的和平协议 细看内容对乌克兰有利 可是资源斯基他也没有答应的权利 因为他要在看欧盟跟美国的脸色 那在日前呢 美国有一个国师级的这个Mils Hammer 就是John Mils Hammer 他是芝加哥大学教授 那接受到中国媒体的采访 那因为他的论点非常精辟 欧美媒体帮我们台湾媒体也都转载 他提出了5点 第一点呢 后战争已经错过了最佳解决时机 如果在一开战的时候呢 这个欧美列强能够提出 这个乌克兰中立化 而且承诺乌克兰不解决北约 就马上结束了 因为俄罗斯有台阶下 第二点呢 演变到现在只能死磕到底 因为错过了时机 那死磕到底会怎么样呢 就是说 这个会变成一个 冻结战争的一个残存政权 所谓残存政权就是说 乌克兰只能统治 谨慎的领土 而且是有限制的统治 那所谓的冻结战争呢 就跟南北韩一样 整个战场呢 都已经冻结了 那当然呢 他也提到说 这个未来 俄罗斯会想办法去挑拨欧盟各国 那欧盟各国也想办法在二战区生事 但最后啦 就是说 赢家 不是美国 因为他是书家 他意外的猝使 原本是普通朋友 俄罗斯跟中国 变成了好朋友 所以你说到领土 最近就看到 在画面右下方 普丁就说 只有当乌克兰同意 割让大片国土 并且放弃加入北约之后 和谈才有可能展开 这个和谈是什么呢 就是年底 根据这个乌克兰驻土耳其大使的说法是 年底第二次有关乌克兰的和平峰会 当然 很多人都希望 俄罗斯也能够出席这场峰会 毕竟俄罗斯是交战双方的其中一方 我刚才细听北约的秘书长吕特这番话 感觉好像是挖了一个坑 就看谁要跳进这个坑里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欢迎全世界 我们继续来关注的 就是匈牙利总理奥班 9号在欧洲议会怒批 他说欧盟对中国大陆电动汽车 加征关税是损人不利己 搬石头砸自己的脚 奥班认为欧洲汽车行业将会大出血 而且很多人会因此没有工作 奥班并且和欧盟指挥会的主席 冯德莱恩 针对亲中这个问题激烈的言辞交锋 欧洲新闻网 有些卖文明报道说 在奥班发表谈话期间 他的发言得到了很多欧盟右翼阵营的欢呼跟掌声 但当然也有很多人是嘲笑他 甚至用嘘声来打断他 现场还有多位的议员唱起了意大利反法西斯的歌曲 叫做朋友再见 试图要攻击奥班 但是被议长给制止下来 好 现在看到是欧盟拒绝中方政府所提出 就是把进口电动汽车最低的售价定在3万欧元这个提议 而根据JATO就是汽车试调研究机构的最新数据 欧洲纯电动车的平均零售的价格是6.6万欧 比如说像是明爵比亚迪街中国大陆的电动汽车制造商 就表示说他们仍然会维持在欧洲的低标价 而在欧洲只在欧洲销售高端汽车的小鹏汽车 那么也表示说他们并不会调高价格 现在针对这场关税大战 我们看得出来是好像有点敌人没有倒下 自家人已经开始在闹分裂了 黄老师您怎么看他这个关税政策怎么会演变到现在 变成是自家人的意见是很分歧的 先要看欧盟是不是真的是一家人 刚刚庄老师讲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我们现在讨论这个话题是人不畏己天诛地灭 因为匈牙利本来就是中国大陆在整个欧洲的一个突破口 或者是桥头堡 匈牙利跟中国大陆关系很好 所以我自己在平常处理 就是我们跟匈牙利的关系的时候 我都会随时有另外一个我在耳朵旁边一直提醒我 就是他们跟中国的关系是很近的 所以不论我们讲什么事情我要记住这一点 那匈牙利它除了是中国大陆在欧洲影响力的一个桥头堡 它更是中国电动汽车市场的一个基地 换句话说匈牙利等于是已经跟中国大陆在某一种 在电动车的部分已经绑在一起了 所以现在如果变成这种价格的问题 当然匈牙利我刚刚讲人不就为己天诛地面 匈牙利为什么要考虑到其他欧洲国家 欧盟其他会员国的就业的问题呢 因为如果照其他国家的意思的话 那自己匈牙利的就业问题就会出现了 所以这个是那中国大陆会要走电动车市场 什么新三样或者是所谓的新值生产力 它除了占据这个广大的市场以外 另外就是要扩大影响力 那么所以在目前来讲 西欧跟东欧本来就对于这些问题意见分析 那对于跟中国大陆到底要制裁 要克关税 要怎么样相处 各国也是为自己的利益 所以老师您觉得 各位几例 这个是欧盟目前最大的矛盾跟问题 尤其是这个欧盟议会选举以后 那个我觉得大家都还在调试期 因为整个右翼的势力比较起来了 那至于说会不会影响到所谓 像VidenLine那些就是所谓欧盟的建制派 那当然右翼的人会挑战 所以这个部分是我们要持续观察 你说吵架也好或什么 这些都还会不断地上演 是 不过讲到电动车 最近大家看到在美国这边 一场非常浩大的盛会 我们看到的是特斯拉的创办人马斯克 他就办了一个叫做 WeRobot这样的一个电动车的盛会 那大家很担心的是 他会不会也犯下了一个战略的错误 就是因为最近特斯拉 他推出了一个叫做 CyberCab的无人驾驶的出租车 就是电动计程车了 这是Robot Taxi 那马斯克说呢 因为这个CyberCab 它没有方向盘跟踏板 所以彭博报道就认为说 如果这个发布会取得成功的话 会有助于平息马斯克对于自动驾驶 在战略上面对挑战的质疑 但是如果发生了曾经发生电动车的 这种失误的话呢 可能会加深大家对电动车的疑虑跟怀疑 甚至认为说 这未来会不会影响到整个特斯拉 还有包括马斯克个人的命运 好 那现在看到这一场这个发布会 办的是风风光光 现场当然是欢声雷动 这场您怎么看 这个当然我们讲说效果是有达到 可是就马斯克所设定 他这个特斯拉电动车的目标 就只有这样的效果吗 您怎么看 其实马斯克他本身 他招式的就是我们看到这个 WeRobot这一个发表会 他其实在预示一个大众运输产业的改变 也就是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公车 或者是我们看到的taxi 都可以从里面 这些驾驶人都可以从里面 就是说释放出来 这些人力可以去做别的事情 那也就是说我们不得不承认 马斯克本人是真的很会作秀 他本人直接坐上了 我们刚刚讲到说 这个cyber cap 他直接坐进去 然后我们大家不确定 这个是不是 那结果他故意露出这张 马斯克最喜欢做出的这个动作 也就是这样子思考的动作 然后他让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 这根本就是开了室内灯 让大家看得很清楚 他旁边没有人 然后而且他除此之外 他不是只推这个有关于taxi的部分 他还展现了一个robar van的部分 这个里面一共下来多少人 20个人 也就是说我们刚刚讲到的部分 也就是这些原来在美国 这个他的人力成本是很高的 那他这些人力成本呢 如果说他现在完全的改由 这一些我们全自主驾驶的话 是不是这个 无论是大众运输系统 或者是这个计程车 他的价格就会降低 那再加上来 对于马斯克本身呢 他就是在卖车 然后让这一些进入到市场上面 不过有个最大的问题 也就是美国人因为他的地大物博 他到底对于这种电动车的看法是什么 这才是最重要的 为什么我们这样讲 在2021年的时候 其实这个拜登总统 他提供了75亿美金 然后他其实要盖所谓的 就是50万座的这个充电站 但是他到底最后盖了几座 在四周里面盖了七座 50座当时只盖了七座 对 不是那种50万座里面 50万座 对只盖了七座 那因为实际上来讲 曾经有开过电动车 大家会有一个 那也就是电量的焦虑 所以这个是不是在城市中很好推 但是进入到四周的时候 他就有其他的困难 这我们要继续观察 对 不过看到他这个发布会上面 这个感觉就是风风光光 确实达到了他宣传效果 我另外看到一个重点就是 他在这个发布会上面 还推出了机器人 我蛮担忧的就是 未来会发展成为 不是只有家用机器人 而是军用机器人 这是大家最担忧的一件事情 好 那当然这个 说到这个电动车呢 其实刚刚我们讲说 电动车最关键的 也让大家最关心的 当然就是安全的问题 马斯克也挂保证的 他说特斯拉呢 明年在德州跟加州会启动 完全自动驾驶 是完全自动驾驶的 那搭载FSD 这个功能的Robotax 比人类驾驶还要安全大约十倍 他说这样的一个自动驾驶的技术 可以让车子更安全 使得大家呢 一上车 在车上的时间 跟使用手机时呢 一样愉快享受跟安全 马斯克还强调说 这个Cyber Cap呢 可以让乘客一上车 就好好的睡一觉 然后醒来的时候呢 目的地就到达了 其实就像科幻片里面 演的是一样的 他说这个不用在行程过程当中 一次很担心这个驾驶 大陆说师傅 是这些开车的人 会不会这个疲劳驾驶 不会 因为呢 都是完全自动驾驶 可是 回到刚刚讲的安全问题 马斯克如何保证 他的特斯拉 未来的电动车 每一辆都是百分百的安全 过去特斯拉就等于电动汽车代名词 但这几年 实战率逐渐下滑 特别是在去年的第四季 Q4 总产量被比亚迪超越 但他还有一点可以缩嘴 因为他市场是来自世界各国 比亚迪比较偏重中国市场 那刚刚提到这个CyberCab 所谓自动驾驶的安全系数 其实跟防弹力一样 因为有弹头的速度跟中央 来区分 防弹力一分成好几个等级 无级 那自动驾驶也有五个等级 第一级Label 1 就是结合ABS 刹车防锁使 还有ESP 电子稳定装置 就叫辅助自动驾驶 第二叫部分自动驾驶 Label 2 也就是结合这个 所谓的这个自动刹停 还有这个所谓的定速巡航功能 这还是有条件自动驾驶 就是会自动跟车的 那第四级 就是接近的这个高度 自动驾驶Label 4 只差还有一个方向盘而已 那刚刚提到CyberCab 就是第五级 FASD 全自动 全自动 完全自动 连方向盘都不用的 但是呢 虽然这是个好消息 但是呢 至少有三大条件 横在面前 第一个 因为马斯克自己讲 要两年后才能投产上市 这两年他的对手 包含Google或BID 有什么进展 不知道 第二年呢 法规 法规一不允许 因为通常业者行动 走在政府规管之前 政府规管还会走在 这个所谓的这个 法条件之前 最后一点是信心 因为一般民众 对全自动驾驶 恐怕信心不足够 因为在去年 美国交通安全管理部分 针对956起 跟这个特斯拉有关的 大湾事故 做个抽查 发现有一半 是跟自动驾驶有关的 最后呢 万一川普当选美国总统 恐怕特斯拉就要撞一弹 因为川普在日前的 密西根州的Detroit 就是汽车重镇 发表 照实演出的时候 有提到一点 我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 自动驾驶 但是如果说的话 我不喜欢 全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所以说一旦川普当选的话 恐怕不是好消息 不讲到电动车 这个让人担心的是 当方向盘 不在你的手上的时候 万一 骇客入侵的时候 怎么办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 俄乌战事的最新发展 俄军最近这几天 连续猛攻乌东 敦内茨克州的堡垒城镇 叫做托列茨克 那么尊西的战况显示说 俄军不只是攻入了市中心 而且还从托列茨克 南部郊区的一个小镇 叫做聂丽皮夫卡镇 进行迂回战术 他们打算从南面 包围托列茨克 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 这分析说 俄军现在正在乌克兰境内 进行的是高频率的 机械化进攻行动 为的是什么呢 就是在宁宁道路纪之前 要取得战术上的成功 在冬季来临之前 俄军对于 盾内茨克州的攻击 一定会强化到最巅峰 当然现在 很重要的一个观念 对俄乌战争来讲的话 真的时间很快 又到了 快要冬天了 这个到冬天打仗是非常的困难 天气是重要关键 所以刚刚我们提到说 泥泞道路 几经常我想请教您 在来临之前 俄军现在思考的战略 跟他们会应用的战术 您怎么看 其实俄罗斯它自从 今年以来 它的作战的方式 其实做了非常大的改变 那怎么说呢 也就是我们以前一直所看到的 它是以这种主战车为主力的 但是因为伤亡过于惨重 就是遇到这一种 所谓的第一视角无人机 那第一视角无人机 它都很准确地攻击到 你这些没有防护的地带 也就是例如说 炮塔跟你的底座 中间这个部分 然后直接把你的炮塔炸开 然后里面的当然是无一幸免 全部都会阵亡 那他们现在我们在战场上面 所看到的是什么 也就是它一开始 它会使用密集的空中的 这一些攻击 攻击完之后 它会另外的使用这种长城火炮 跟长城火箭再进行一次火力覆盖 覆盖完之后 其实然后它那个时候 才派出它的步兵 然后往前推进 那其实也就是说 我们之前所看到的 或者是战争研究所 他所提到的这一些机械化部队 其实都是在后面往前推 就是说火力支援 然后让步兵往前推进 然后在这一个战术 其实成不成功 很成功 也就是我们看到 现在他们 无论是我们现在讲到说 聂利皮卡夫政 或者之前讲到红军城 都是这一个做法 那为什么现在大家不谈红军城 而我个人也不拿这个手板了 因为其实如果我们这样看的话 差别并不大 那也就是说 他们不断地向前慢慢挺进 就不像以前一样 可能大部队一直往前跑 然后结果形成突出步 突出步之后被人截断 那截断之后 然后就造成大规模的被围歼 所以他们现在的方式 其实也就是很稳当地往前推进 至于库斯克的部队 也就是他们当初从乌冬抽出来 这个最精锐的部队 他们稳稳地抓住他在库斯克 不让他抽回乌冬来 所以也就变成乌冬守不住 然后至于说库斯克那边走不了的状态 这边就像你刚刚讲的 就是整个面的往西 一点一点的推进 那这是目前的做法 乌克兰方面当然也说他们有战果 什么样的战果呢 他们特别集中在远程无人机攻击行动方面 乌克兰方面表示说 他们的无人机10月10号攻击了 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 这个无人机储存基地 说这个基地存放了400架 从伊朗送到俄罗斯的见证者无人机 另外乌军的无人机也袭击了 俄罗斯联邦境内阿迪格共和国的 汉斯卡亚空军基地 这个基地有57架苏34跟苏27战机 但是这57架当中到底有多少架 因为这次的无人机攻击行动而被破坏 现在还在确认当中 而另外也是传出说 机场旁边的弹药库也遭到乌军的无人机给破坏 可是我们刚刚讲说 乌军现在似乎他们大量地使用无人机来进行攻击 专老师我想请教你 在整个战局上面 有办法因为无人机的不断攻击而被扭转吗 核武战争发展到现在 如果要票选一个最耀眼的明星杀器 无疑就是无人机了 因为我们在画面上看到百发百中 然后一发入魂就把坦克的炮塔轰到飞掉 然后非常壮观 可是一般人对于无人机来讲并不是很了解 比如说有些人误会是在做空拍的 或是做灯光修那些 那完全是错误 这边讲的首先第一点是军规还是明规的 当然明规像大疆 DJI也可以改装了 那它是侦查工人 打击工人 还是查打合一 那它是轻型的150公斤以下 还是150到600公斤的重型的 还是600公斤以上重型的 有可能比气质还重大 所以这个要分清楚那是讲的军规的无人机 那当然刚刚主任提到说 有没有办法左右的这个恶物战的态势呢 基本上根据欧洲媒体的报道 深入报道发觉 无人机的功效被夸大了 虽然它是一个不对称作战的一个低成本的一个杀器 但是呢 因为它是远端遥控 所以很容易剪接 也就是我们看到那些刚刚讲的百发百中 一花入粉的画面 很多都剪接而来 有可能攻击方释放了五六架无人机才几位坦克 但我们看到就是一发入魂 把它炸毁了 那因为它是遥控的更容易剪接 那里面有不少是军火商的广告 或是交战双方的一个宣传影片 所以战场实际应用是不错 但没有那么神勇 第二个呢 反制无人机的措施也越来越多了 比如说电子讯号干扰 或者是这个加装那个坦克顶部的这个鸟笼 金属笼子 或者是也有这个反制的 猎杀对方的无人机的这些 新型无人机出现 那最后一点呢 不只是乌克兰有无人机 俄罗斯也有 所以总的来说 对于战场态势来讲 在战术方面 差不多是有局部的影响力 但是就整个战略来讲 应该是无足轻重 因为整个战场天平 已经往俄罗斯倾斜了 所以虽然说 看起来他是个大杀器 但是对整个战局来讲 恐怕效果很有限 就交战的双方 俄乌两国 现在乌克兰是处于 蔑氏 那也看到最近乌克兰的总统 Selensky呢 他真的是形成 马不停蹄到处喷波 要宣扬的是什么呢 要推动他的胜利计划 他在欧洲呢 旋风式地访问了 伦敦 巴黎 罗马 柏林 就是告诉大家 他有胜利计划 10月10号他到第一站伦敦 画面当中我们看到呢 他闪电访问这个伦敦的时候呢 那么也跟英国首相施开尔 就在唐宁街会谈 极力劝说 希望英国允许乌军 使用西方军援的武器 来深入打击俄罗斯 但最后结果是被拒绝 施开尔表示 没有一场战争 可以靠单一武器赢得 而英国政府 对于使用远程飞弹的政策 也没有改变 英国仍然没有取消 对乌克兰使用远程飞弹的限制 所以在第一站英国就碰壁了 对 老师您觉得他接下来 包括到法国 德国 意大利 Zelensky在跟时间赛跑 尤其是美国总统大选的时间 因为明年1月20号以后 就不会是拜登总统了 那么即使是贺锦丽当选 那会对乌克兰支持的程度 包括跟俄罗斯关系的相处 包括对战事的解读 跟是不是允许攻击性武器 直接打入俄罗斯境内 可能都会有变化 所以他在跟时间赛跑 我觉得真正的关键点 是在于美国的政治时间表 给他的时间有限 第二个 不要忘记 他想要去那些国家 也在看那个时间表 同一个时间表 换句话说 现在是处于一个不确定的时间 那么这个时间大概有24天 就会有投票了 24天还越来越减少 对 那这个24天之内 你想要在一个重大开牌之前 要别人给你一个决定性的承诺 本身就很困难 而且不管那个计划是叫胜利 还是其他的名字 最后都是在桌上解决 对不对 那乌克兰也不太可能 再回复在2022年2月14号前的那个状态 对 所以如果说结果都是一样 那就看 您觉得接下来几战结果应该都差不多 差不多 不会有什么特别让人惊讶 因为大家都在等美选结果 对不对 而且大家说的话都还很模拟两口 不是 因为攻击俄罗斯境内是一个非常关键 就好像美国多少年来都不愿意有任何攻死 就是让我们拥有可以直接攻击中国大陆的武器是一样 所以各国也知道像我们刚刚特别提到的 吕特的这个说法 就是谁先愿意开旅灯 谁就先跳到